这双鞋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应该知道它是一直在复刻 中底材料的上翻也会有很多这种废料融合在吸着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会有RUN系列的一个小logo 那么中底部位因为就是全掌的Zoom Strabble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同时透过外底也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看影片 然后外底就很简单了 全掌的人色的橡胶脸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COSMIC UNITY一代的上脚 整体来说这双鞋它的鞋楦是偏宽的 如果有宽脚的朋友这双鞋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就是对于我的脚型来说前掌部位它可能包裹性并不是太够 但是它后跟这一块锁的还挺死的 然后整体中底就是全掌Zoom Ad的这个脚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中底做的其实非常平 它不会有那种让你穿上去就想突破的那种感觉 它甚至它这个有点过平了再配上它这种 非常厚实的抗扭片 使得这双鞋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板脚 我觉得这双鞋它是比较适合一些内线 或者是一些跑动较多的风险球员 对于后卫来说我觉得这双鞋就太肉了 而且这双鞋会有一个弊端就是当你穿久了之后 它的这个气垫和中底之间的这个胶 慢慢有些脱落之后 它就会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其实这双鞋在当年 其实这双鞋在当年刚发售的时候评价还挺高的 但是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当时的背景故事 就是Hyperdown系列已经完结 然后大家都以为Zoom BB Next会接替Hyperdown系列 没想到那双鞋堆料堆过头了 然后突然再蹦出来这么一双球鞋 它相较于Zoom BB Next来说 肯定是能够适配更多人群 同时它会更加的稳定 它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让你受伤的风险 所以说这双鞋在当年的口碑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至今日呢 已经显得非常平庸了 就你不能说它很差 只是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我觉得唯一的亮点 就是它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双鞋如果有关注的朋友 应该知道它是一直在伏特 现在价格也挺低的 如果有真的喜欢的朋友 可以及时入手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所有的问题 就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